发生什么事了?怎么这么晃?救命啊! 好恐怖!我要赶快躲起来! 当灾害来临时,人们还有办法在慌乱中匆忙避难 但家中的宠物该怎么防灾呢? 灾害发生时,可能一片混乱 身为四主,应该先搜集附近邻居或是亲朋好友的联络方法 并且与家庭成员讨论灾难应变方法,即约定集合地点 若四主平日需要上班 可请邻居或社区管理员帮忙留意家中的宠物有没有异状 至于集合地点,可以参考台北市房灾资讯网的疏散避难图 找到离家最近的避难点 不过,最好想两三条替代道路 免得因为道路不通而耗费更多时间 书柜上的书都倒下来了,砸得我好痛哦 家中的家具如书柜、衣柜、窗户建议先做好加固 防滑处理,防止家具倒塌,挡住逃生路线 或者有书籍、物品、掉落砸伤人和宠物 咦,这个包包里有我们的食物耶 平日应先为宠物准备防灾包 五天份的食物、饮水、紧急医疗用品 二到三条纤绳和项圈 宠物碗、运输笼是首要准备物品 排第二顺位的是四组联络方式 宠物照片和健康手册 并请记得先为宠物植入晶片 做好宠物登记并挂上名牌 即使不幸走丢,找回的几率也会大幅提升 最后第三顺位的物品是宠物尿布 包含吸水垫、猫砂、报纸等 处理排泄物的工具、宠物玩具和猫费漏蒙 毛毯、刷子以及沐浴用品 斑斑你看,我脖子上的新名牌好看吗? 我也有新名牌好吗? 除了防灾包之外 宠物如果突然到陌生的防灾避难环境 周围又都是陌生人时 它们可能不太适应 四组应该在平时就对宠物做一些训练 第一个可以做的是龙内训练 第一阶段 先让宠物将笼子跟好事连接在一起 例如笼子出现就能得到零食跟玩具 结束时将笼子收起来 第二阶段 将食物、玩具放在开放的笼子里 让它自由进出 当它全身都进入到笼内时 给予赞美、鼓励 最后阶段 当宠物将进笼与好事划上等号时 开始训练它 在听到口令跟动作互动后才能进笼 也就是将进笼变成奖励 这时宠物对于进笼子就不会感到排斥了 当主人拿出运输笼 表示我可以吃到喜欢的零食 我喜欢待在笼子里 第二个可以学习的是安抚情绪 尤其当灾害发生时 宠物最容易感到惊慌失措 如果先掌握它们的情绪反应 给予适当的回应 就能更快的让它们冷静下来 当狗狗受到惊吓时 可以拍拍它的头或摸它的脖子、前胸 说一些安抚性的话 让它恢复冷静 当猫咪受到惊吓时 寺主可以试着播放轻柔的古典乐 并轻轻暗揉它的脸和背部 说一些安抚性话语 如果它不愿意被触碰 可在运输笼中喷一点猫肺落萌 让它自行待在里面 犬猫的社会化训练不太一样 但同样都需注意 应定期注射狂犬病预防针和接种疫苗 还要做好寄生虫预防和驱虫处理 当以上事物都准备好后 可以执行实际演练 先计算从家中到避难中心所需的时间 有哪几条替代道路 哪条路线最安全 比较不会有玻璃碎片或招牌杂裸 也可以先演练宠物在避难中心可能的反应与行为 并做出相应的安抚措施 我想看你生活一辈子 未来就靠你了 只要平常能多做一分事前防灾 就可以少一分事后懊悔 记得准备 避难 责任 宠物防灾3R 灾害来临不慌乱 平安幸福 由退 DJS JS 浅雪 JS oric 中文字幕——YK